鄉親鳳梁 今天大家晚安 我們在臺灣參加選舉 關注選舉 希望沒有三十年 各位你聽過滾動式民調 我知道 但是你聽過滾動式跳船嗎 如果你沒有聽過的話 滾動式跳船 可能會變成以後臺灣選舉的政治名詞 既李鴻軍宣布不退黨 但是退選之後 今天下午 郭民黨憲理的立委張家俊 也就是前縣長張榮為姻子 張家俊宣布了 他一樣退選 雖然不退黨 這個對郭民黨來說 郭民黨來說 原來血上加霜 宋初如 起來之後是不是一樓這樣下去下去下去 郭民黨一個一個 電子上閉起來 電子上閉起來 盡頭又閉起來 盡頭又閉起來 這隻盡頭又黑幽去 如果這樣的時候 郭民黨媒體選擇會比什麼 我們這麼少來給各位介紹現場 國內民台北 我們的立委 吳秉慧 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過來兩位台北市的市議員 王鴻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李欣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網路觀察家 我們的朱學恆 各位大家好 來 我們看一下 張榮衛跟他們一起去張家俊 張家俊早先還忙著帶領中央官員勘災 竟透過父親宣布女兒證實的模式宣布退選 今年四月 國民黨好不容易才勸勁張家俊完成徵招 要跟前縣長蘇志芬PK 沒想到突然退選 震撼雲林政壇打亂國民黨布局 其實早從2014九合一大選 張立善落敗後 張家俊就曾有意將親捕服務處吹席燈號 張榮衛更感嘆 一句馬英九 就能影響選民投票意願 心灰意冷 齊心動念 想放棄家族僅存的政治勢力 張榮衛當過八年縣長 與宋楚瑜長期友好 又是就是 選在此時代表女兒宣布退選 是否意味挺宋 外界不得而知 國民黨仍持續努力溝通 哎 雖然是安主啊 宋楚瑜衝鋒好小一吹 張榮衛 張家俊他們就吹席燈號嗎 這個國民黨全代會裡面呢 有幾位現任的立委沒有來啊 鄭如芬沒有來 張家俊沒有來 李鴻軍沒有來 這些被當作這個 其中有幾位當作這個 指標性 所謂的指標性的人物 跟這個所謂的本土派啊 那麼張家班 張家俊 其實就是張榮衛啦 他們的大掌門人張榮衛的態度 影響到國民黨在整個雲林地區的操盤 當然他的影響力可能不像以前那麼大啦 可是問題是 事實上他的影響力或許沒那麼大 但如果他不支持你國民黨的話 你國民黨會怎樣 尤其是張家班在很多地方 很多的農漁會 水利會 這些相關的社團 共廟家 確實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不可以火刃 也就是說他如果倒戈 今天叫做磨刀兩面光 張家班的態度 很明顯的就是從台中以南地方派系的態度 很簡單嘛 為什麼 你看國民黨現在這個樣子 對不對 你的候選人是這個樣子 那我問你嘛 他必須要先求自保保護 保護住自己的一個實力嘛 這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從上個禮拜 李鴻軍宣布他退選 不退黨 但是他要去幫宋楚瑜 然後幫老東家 他臥漏禮要開除我 隨便你 那現在張榮貴他們態度也是這樣啊 不是嗎 我要去幫宋楚瑜喔 我不退黨 基於這個所謂林情以利 但是你要不要對我怎麼樣 你自己看著辦 當這個時候 包括鄭魯芬在彰化 明明有當選機會的鄭魯芬他退選了 然後現在在雲林 至少還可以跟這個等於說 蘇貞芬一拼的張家軍也退選了 然後李鴻軍也退選了 一個接一個 雲 家 男 各位 還沒有講到彰化跟台中呢 據我所知 在終究前前面的一波裡面 台中也不會缺席 據我所知 台中也會有民意代表出來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這就是一個死 因為打總統大選或立委選舉 母雞戴小雞 這個就是一個選舉的勢 勢就要勢如破竹 我當勢如破竹 也有人家一鼓作氣 載而摔三而結 如果國民黨繼續讓這個態勢繼續下去 又沒辦法止血的話 我跟你說 兵敗即將如山倒 是 洪威這個台有句話 叫做行事比人強 後面其他另外一句話 叫做水人夠四秒 上個禮拜李鴻軍 颱風過後張家軍 還有很多人說 包括康倫軍他們講說 後面還有五六個 這個趨勢盪不下來嗎 從上禮拜李鴻軍 我就講說 其實同樣八月六號 宋楚瑜宣布參選 對於很多藍營支持者的那種威力 還不如李鴻軍突然說他宣布退選 然後說他要去支持宋楚瑜 雖然李鴻軍他在 就是說他不要選 其實已經醞釀蠻久的 可是大部分人並不曉得 然後今天等著颱風過後 大家驚魂否定 立刻又補上一角 就是張家軍 也宣布退選 從張榮衛到張家軍他的一個證實 其實就是張榮衛家族的問題 說實在 張家準備在雲林習登號 在去年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張榮衛自己就講過說 張家要在雲林習登號 那時候就是看到一個整個的大勢 可能就大勢所趨 那到了現在 那我認為就是說 對國民黨來講 確實有那種補上一角的一個感覺 那大家又當然講說 後面還有多少位 有的人甚至說十幾位等等之類 那我們現在也看到 宋主席自從宣布參選之後 事實上我們知道他在事前 他在他宣布參選之前 就開始一些 說起來就講挖牆角 就是到處 就是過去不管他的舊勢也好 或者以前他在省長的時候 有一些情誼的 那這兩天可能大家討論的 不只是張家軍 還有說包含這個宋楚瑜 到了屏東的時候 屏東縣國民黨籍的議長周典論 帶著好幾位的國民黨籍的議員 好像感覺上在形勢上 好像也在幫那個宋楚瑜 有點這個造勢的感覺 鄭林林總總 我認為對國民黨 確實是一個警訊 那我要講的就是 這個不是只是洪秀柱的問題 因為他是候選人 這個也是國民黨問題 當然也是主席 黨主席朱立倫的問題 我還是要講 就是說今天不管周典論 周議長也好 或宋主席挖牆腳也好 或者是張榮偉在選擇 說什麼時候發臉書 這個時間來講 對朱立倫是有一點難堪 因為朱立倫他現在 到他的權力救災 這個風災之後 這個新北市 像大家都看到烏來 受創非常重 所以他一定是兩頭騷 那國民黨這邊後院 已經失火了 一個一個 大家都形容為說是跳船槽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黨中央 黨主席 應該趕快去做直選的動作 是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要講就是兩兩方面 一個就是大家有沒有在做跳船 不管你是退黨 或者是退選 因為退選的威力 其實並不亞於退黨 因為這些有的很多都已經是完成提名 是 那有的可能還有口袋人選 有些根本沒有口袋人選 是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呃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效應 就是對於大家在這過程裡面說 啊 那洪秀柱怎麼選得下去 一天到晚就說洪秀柱要被換掉被換掉 是 我認為黨中央也應該去拿 拿出一個嚴正跟堅定的態度 是 這些問題都要處理 不能放任這樣的情勢 這樣讓他發展下去 是 朱立倫作為黨主席 他身上還有幾把刀可以用 我們不知道 但是各位朋友我們看一下 這有四部怎麼選 送參選衝擊 南韋兔心聲 怎麼說 很多人仍然盼望母雞換人啊 這母雞是不是不是洪秀柱嗎 慶遠 不能怪 不能只怪洪秀柱嗎 可是這邊就是母雞 母雞不是朱立倫啊 是啊 說真的 這個以洪秀柱總統候選人來講 他過去到現在 我相信他心裡 這個可能還在怪東怪西 怪一堆民意代表在議會 或是媒體裡面說真話 好像對國民黨 這個本來是屬於忠言逆耳 結果最後呢 把這些說真話的開除掉 反正怪他嘛 認為說他害國民黨不能團結嘛 那後來呢 現在呢又怪啊 奇怪 這個到中南部去 那又怪呢 這個很多的地方勢力 包括尤其是立委 議員等等 這些人又好像 就又不出來配合他的這些相關的行程 那我相信他心裡上非常不是滋味了 雖然說他表面看起來很鎮定的樣子 可是呢 這個從哪裡可以看出來他也很在意呢 因為他到臺北來 到了飛鴻泰的選區以後 好了 終於有立法委員啊 有議員啊 跟著他走 所以他就對媒體就說話了說 誰告訴你我旁邊沒有小雞的 你看我旁邊就兩隻小雞 好了 請問一個總統候選人講這句話適當嗎 我們一般人來看的話 就說哎呀 你是母雞帶小雞 這是對你的母雞的客氣嘛 那你自己身為總統候選人 怎麼可以把飛鴻泰當小雞呢 是 其實飛鴻泰在這個選區的話 他覺得說 拍謝 現在我覺得在這個地方的勢力 我是母雞 你才是小雞 可能飛鴻泰有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有點不禮貌 那你看看 你又沒辦法整合王金平這個院長的 相關的勢力 那朱立倫主席 我們看起來好像呢 也沒有辦法替洪秀柱有沒有 在那邊做加持的動作 然後呢 你今天洪秀柱在全臺灣 除了你自己可能永和地區吧 除了以外的地方 請問你 有幾個人欠你勤 有幾個人欠你義 所以也就是說 今天張榮為他女兒張家俊的退選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跟你洪秀柱 根本沒有勤跟義可言嘛 是 那他為什麼勤以男兩權呢 他的勤是欠宋楚瑜的勤嘛 是 他的意思對國民黨 這樣一個道義嘛 沒錯 對啊 他並不是說欠你洪秀柱嘛 所以他兩男是兩男 不是因為你洪秀柱 李鴻鈞他要退選 退選我相信 他跟洪秀柱之間也沒有任何情 跟義可言嘛 是 他之所以沒有選擇退黨 是因為對國民黨還有一個道義在裡面嘛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國民黨不能只靠這些 說你洪秀柱要贏 結果呢 你全臺灣到處也沒有欠 也沒有 也沒有人情 也沒有事故 也沒有情意 這樣的狀況之下的話 這個總統候選人 我也不知道他該怎麼選下去 是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國民黨的欄委說 拜託的金 換 勞 不是沒有道理 我們看看今天 兩岸政策學會 今天發布的一個民調 蔡英文 四十二點九 跳上來 宋楚瑜二十三點三 隨便輸蔡英文 對不對 但是我們看一下 他贏洪秀柱 他們要切趴 換句話說 洪秀柱如果再這樣下去 宋楚瑜再這樣上去 欸 學恆 是 用平常心來看 剛剛講已經無情無義了 又無民調 如何不跳船 我覺得今天 專門為這個故事啊 讓人家想起很多武俠小說裡面的江湖聚會 就今天我自斷一弊 恩情還你 但就代表我今後兩不相欠 到此為止 對 那因為為什麼 其實大家看得很清楚 就是張文威是一個很傳統的政治人物 他就是地方派系 那他的意思就是 我今天犧牲我女兒來選立委這個權利 代表我今天也不欠黨中央 那我未來不會積極的幫助黨中央 那對張文威來講 是 恩敬意志我已經做到我該有的態勢 你就不要再逼我了 我不欠你 那至於未來會不會再跟宋楚瑜有進一步的還人情的動作 這可能就要看他們的運作 是 但現在國民黨自己要擔心的是 洪秀柱的競選真的是亂無章法 就是難怪他的支持度會一直往下掉的原因是因為 你要人沒人 也就我希望在電視節目上看到代表你的人說明你的立場 沒有人 那要政策沒有政策 也就是在颱風來的時候 合理的政策 大家都應該討論 河川的蘇菌 自來水的問題 水土保持的問題 你什麼不講 你給我講核四 就你講了一個很失策的不相干的東西 我姑且不管 你今天明明是颱風停電 跟核四到底有什麼關係 可是我是選民 我期待你看到針對這一次的颱風 討論的議題 你一個都沒提 結果你跟我講是你自己的政策 也就你內心想到的 是我我我我我支持核四 我我我任何時刻讓我來提 我關心東西 那你你你你咧 這些選民 聽不到他要想要聽的說法的時候 我對你自然沒辦法支持 你怪誰咧 了解 但是問題是這樣啊 颱風要蘇菌 雙季要加菌啊 所以現在張家俊沒去的時候 我請教一下 按照這一個宣說 當然也很有道理 可是張家俊有沒有可能是 你國民黨這樣 我在地方本來可能也算賣掉 整齊的拌拌去 已經有三個國民黨提名 然後弃選 第一個是鄭乳芬嘛 那再來是八月六號 李鴻君 李鴻君 再來八月十號張家俊 從宋楚瑜宣布之後的八月六號 到現在第五天就退了兩個 這個當然如果後面就止住了 是 那你可以說這是原來的運作狀況 假設下個禮拜又出現一個的時候 再來如果又有一個的時候 哇那是很難看 就像你講的滾動式跳船 那這個就是會被人家越看越糟糕 那問題是國民黨有沒有辦法去止住 因為國民黨能夠給這些候選人是什麼 你第一個 這是總統跟立委的聯合競選嘛 第一個你總統強不強 那這個我想大家自有空斷 第二個你國民黨能夠給人家什麼 你的繼承組織動得起來嗎 你現在的政策拿得出來嗎 這一些我是覺得說剛剛洪輝講的也沒有錯啦 黨中央你趕快拿出對策包括這一些東西嘛 那如果你這些東西到時候都一直拿不出來 後面真的還有人跟著又繼續跳船 那就不要怪這個選舉的這個這個氣氛就江河日下 那個時候這個洪秀柱就真的民調在兩三個禮拜之後被打成第三名 那很可能真的取不來 我請問一下 在這個地方這次是這個蘇智文出來跟他們拚嘛 是不是整個趨勢 我說我的意思是說是不是張家也是順水推舟 整個就脫離國民黨 我以去年一步一步來嘛 今天先退選啊 我下次再退黨啊 反正還有時間嘛 十一月二十九號去年選舉的時候 雲林縣張立善是輸李靜勇八萬多票 如果你用他兩區嘛三線跟海線評分的話 這個選區先天上輸了四萬多 那你先天上輸了四萬多之後 如果你十一月二十九之後有切實反省 提出一些合理的政策 足以可以扳回一些的話 有可能還可以繼續選下去 但是沒有看到十一月二十九到現在 不僅沒有什麼好的東西拿出來 也沒有反省也沒有推出什麼政策 所以合理來判斷沒有惡化已經不錯了 你不要說是可以止跌回升嘛 所以你的判斷 如果就用很簡單的數學來講說 先天就不足了 那當然今天是退選 那他也在看啊 國民黨要不要開除我呢 國民黨如果開除我之後 那你就是情端一決 是國民黨不要我的嘛 那我來服選宋楚瑜就理所當然 那如果你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還不去做這個動作的話 到時候我再來決定我下一步 這也是不無可能 是 洪輝從你作為國民黨的黨員來看 你怎麼理解退選但是不退黨 那是怎麼樣 我還是國民黨黨員 那照道理一講 是不是我一定得挺洪秀柱 可是看起來張邀進就先罵洪秀柱 你說話黑白說我是怎麼算 我覺得因為這兩天大家都在問說 那像李鴻君的狀況 或者像張家駿的狀況 那我旁邊坐著李那個李慶元 也是我們議會同事說 那像慶元或者是楊時秋啊 之前不是還記國洞 開除了一些我們的黨員 然後現在為什麼 你要怎麼處理李鴻君跟張家駿 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李鴻君跟張家駿 是已經被提名的立委候選人 他們現在是退選 他沒有退黨 那當然李鴻君講說 因為他過去跟宋淑儀的情分 所以呢 他會支持宋淑儀 那我相信黨中央到現在為止 並沒有對李鴻君也好 或者張家駿也好 我覺得他們不會立刻做出 一個斷然的處分 因為要做一些觀察 剛才再說了 因為從這一次的 就是立委的選舉 明年立委選舉 他事實上是延續去年 十一月二十九號 國民黨的一個大敗 那我們必須承認是 大敗之後情勢沒有好轉嘛 其實這當然 你說跟宋淑儀 我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這也是跟 從去年開始一路下來的 所以他們會去衡量 他在區立委 他有沒有勝算嘛 如果根本沒有勝算 他可能就想清各種的理由 或等等之類的 又要花錢 又要花力氣 等等之類 他可能就說 我不要選了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到現在退選 他們有沒有 至少我覺得這兩位 目前為止 他們並沒有對國民黨有出 就出現 一些很傷害的言論 了解 你沒有說 國民黨很爛 很爛很爛 那對不起啊 那國民黨只好處理你啊 對不對 我們講這滾動式跳船 歪一種進行式嘛 還給顏寬恆 顏寬恆怎麼樣 如果再來一個 顏寬恆今天說啊 他絕對不會脫離國民黨 也絕對不會退選 張家駿之前 不過張家駿在上個禮拜 也是這樣講啊 是啊 所以政治是現實的嘛 所以我告訴各位啦 你看那個等於說洪秀柱 其實從上個禮拜 到這個禮拜對不對 幾個民調比較出來 除了蘋果日報那個 用語音的比較不準之外呢 其他的民調其實 你不能說洪秀柱排老二 你說這個民調不準 不能這樣子 我們是說一個比較法嘛 至少這幾家民調比較出來 五六家民調比較出來 他是很穩定 就十六七趴嘛 蘋果一直都是語音的 我要特別強調 當然宋楚瑜他剛開始宣布 所以他會比較衝高嘛 可問題是如果下個禮拜 下下禮拜一個月 還是這個樣子 對 那對不起囉 我要選民也是很現實的啊 對不對 所以洪秀柱的問題 其實不客氣說嘛 洪秀柱的問題 並不是在於宋楚瑜出來了 所以拉走你洪秀柱的 不是嘛 所有對洪秀柱會拉走 對他不利的票 全部都來自於洪秀柱自己的言論嘛 所以這種狀況是這樣 你能怪張家俊嗎 我告訴各位啦 很簡單啦 以前掛領國民黨的Mark是為了什麼 為了一個鄭蘭君 為了在地方很多人支持國民黨嘛 國民黨有票房嘛 你意思是說是 欸 對不起喔 現在從去年11月29號以後 一個馬英九擊潰了整個國民黨 對不對 然後現在掛國民黨的Mark 是資產還是負債 還搞不清楚呢 所以說這個意思是說 到底是秦義男兩全 還是利益兩兩全 當然我利說是厲害的利啦 益就是益切益 為什麼洪秀柱出來 整個國民黨滾動一步一步向下 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這個趨勢是這樣的土石流 卻是怎麼難都難不住 那這個難 難道就送給宋楚瑜嗎 我們一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 後來繼續 謝謝 好 各位朋友 風災過後 宋楚瑜南下屏東去造勢 強勘災 誰人跟他拚 屏東官的縣議長跟他拚 周典論 國屏東的人呢 跟他拚 帶的議員 比鳳雪市更多 怎麼會這樣 來我們看看 前一天 宋楚瑜南下屏東造勢 除了屏東縣議長周典論 還有七位國民黨議員陪同 現場還有近五百位民眾歡呼 相較於洪秀柱上個月到屏東 僅有三位議員作陪 宋楚瑜的場面盛大許多 有一些中南部的民意代表 他們都有跟我們黨中央聯繫 他說基於人情 那也是過去的舊事 那做接待宋主席的工作 整個選情並不是清楚的 說我幹嘛不會啊 到時候我嘛 什麼樣 我說我是認為是這樣啊 人家這邊 事不整個 就安排一下 他不知道啊 有國民黨大家也可以省思 就是說這一些的國民黨的現議員 現市議員 他們願意用報備的方式 來跟宋楚瑜表達 他們在個人上面的這個情感 那同樣的洪秀柱 他到地方去的時候 那地方上是不是也願意 在不用報備的狀況之下 就可以洪秀柱這麼熱情的一個接待 國民黨內開始有西瓜效應 不令人意外 根據兩岸政策協會發佈的最新民調 在支持率上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以42.9% 支持率名列第一 宋楚瑜則以23.3% 勝過洪秀柱的16.8% 所以宋賢最多加了6% 那其他他要增加就很難了 我讓大家就很難再增加 為什麼 我讓大家分析 其實其實宋賢是一個 我個人認為 很多選民支持宋賢的人 其實是個誤會 對啦 國民黨我們剛才說 昨天我們是國民黨 國民黨在賣冰島的管理長 他親自來 帶宋楚瑜來作成 洪威 他怎麼說 他說希望藍營來整合 OK 但是很多人就問啊 既然要藍營整合 為什麼宋楚瑜去 你帶七個議員 自己議長出現 那洪秀柱去的時候 三個議員 既然整合應該是 平均對待才是嘛 所以說 是不是周典論 也準備跳船啊 周典論會不會跳船 我覺得還不一定啦 因為我相信 宋主席他這次 從8月6號他宣佈參選 到現在他可能一些 情義之旅 他一定用他一百分 是一百分以上的力氣 去動員 或者是想辦法去找一些 過去在國民黨 尤其地方 他當省長的時候 跟他有一些情誼的 那在這個時候 就是一個花籃效應 你剛剛宣佈參選 然後一個老長官 或者是對他過去有情有義 在選舉的時候 幫助過他的人 現在過來 大家給你一些 就是異狀聲勢 那所以我在這邊也就是 其實我內部也有在檢討 因為洪秀柱 他後來在參選的時候 他一直說 他要打一個所謂的 非典型的戰爭 那非典型 第一個 就是說 大家都認為 國民黨那個家大業大 但他說 我不用國民黨的錢 那國民黨的錢呢 盡量去幫助我們的區立委 第二個呢 就是說 那我到地方去 大家不要再大肆動員 其實我們大概知道地方選舉都知道 就是說 大家覺得那個人場很重要 所以常常都是透過組織的力量 地方黨部的力量 不管是民意代表 或者是一些社團組織 什麼婦女部啊 什麼部通通 想辦法把人摳出來嘛 那洪秀柱說不要這樣子 他說我們不要搞這個東西 因為整個選舉還很長 好幾個月有可能要去好幾次 可是我們現在也發現 因為這樣子 大家就會開始比較啊 比如說像同樣去屏東 宋楚瑜用一百分的力氣去 等於說用他的過去的情形 摳出了週點論 跟好幾個國民黨議員 那結果你洪秀柱去的時候 大家就比只有三個議員 一比照之下 怎麼搞得到底誰是國民黨的 那個總統候選人 立刻好像高下立派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邊 也會去做一些檢討 那也就是說 在一場選舉裡面 他不是候選人一個人的戰爭嘛 除了洪秀柱自己本身 除了你的政策 剛剛講說黨中央 還有重要的就是地方黨部 要動起來 所以這個是未來 我們必須要做整合 要努力的地方 是 慶遠兄是這樣子嘛 那我舉一個例子 媒體有報導 之前洪秀柱要去引領的時候 洪伴打電話給張農衛 打給張家俊 結果張農衛去台聯的募肯參會 張家俊說出外去辦事 我不是說提供不同訊 因為我看到的訊息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慶遠 真的是洪秀柱 有實力 可是他要非典型嗎 這樣喔 就是說我剛一再強調 就是說一個總統級的候選人 其實他打陸戰 去逐步的去所謂的那種市場 拜票幹嘛 那個是沒效的啦 慶遠講一句話 他要打的是空戰 那一方面要打空戰 那打空戰的話 你看看喔 宋楚瑜這個總統候選人 這一次就打空戰 他直接到屏東去 到屏東去的話 你看議長周典論國民黨籍的 帶著幾個議員 然後帶著群眾 那群眾我相信 都不是宋楚瑜主席喊出來的 都是那些議員 自己考他自己的支持者出來的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這就是標準的打空戰 讓你看一看 讓全國的所有這個泛藍的 或支持這個國民黨也好 或支持親民黨也好 讓民眾整個看一下 就是說你看看 我宋楚瑜到這邊來對不對 我的聲勢就是比你大 地方裡面的大咖的 這個中型的小咖的 到我旁邊就是比較多 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他聲勢就被打起來啊 這就是打空戰啊 問題是人家願意 週典論給你站出來 週典論原來是五黨籍的 他說後來又加入國民黨 他在五黨籍的時候 選的時候是被停權 停權以後照常選上 也就是說我週典論 能選上我的這個議員 甚至包括我的議長 我靠地方實力 是靠自己的地方實力耶 不是靠國民黨耶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你跟宋楚瑜有的交情 過去又有情意相挺 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當然宋楚瑜就會得到 這樣的聲勢上的優勢啊 那後來未來吼 我相信一站一站一站的下去 如果都出現這麼大的一個賢疏落差 也就是說 宋楚瑜去了以後 旁邊小貓兩三隻 然後大咖的都沒有 都是一些小咖的 然後呢 你今天如果宋楚瑜去的時候 大咖的都站出來 旁邊再站一些中咖小咖的 這個情況一路比下去的話 宋楚瑜他到最後 連那個15%的基本盤都會被崩 會出現崩盤現象 是 隨著給我們看一下 主力人的反應是怎麼樣 李鋒軍的時候他說 李鋒軍他就是退縣不退黨嘛 周典論他怎麼說 他今年說 林前紀里啊 社會可以接受 他不是社會黨的主心 隨著 他是國民黨的主心 他怎麼去說社會可以接受 這個有一句話叫做中研逆耳啊 當然李鋒軍他是本身就是要退黨嘛 他就要去選舉 他這個比較例外 那跟張頌文比較例外 可是中研逆耳之前第一波 被開除了五個人 楊石秋跟紀國棟也是中研逆耳而已啊 尤其紀國棟更衰 可是我退黨還沒宣布 他已經知道了 所以早一步把你剪掉吧 那如果按照這個標準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 人家李鋒軍是現任立委 本來已經提名了 他還在這個時候突然間跟你講 我不選了 而且我要去幫助他黨的總統候選人 這個嚴不嚴重 嚴重 嚴重 早就應該要黨籍主份嘛 那張家駿的意思也是一樣啊 朱律人不歡迎 前面還有一個正五分的 是 我都已經徵召你了 都OK了 剛剛拍電話旗子都瘦了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突然間搞這個飛機 那個嚴重性比在電視上面對你中研逆耳 那嚴重太多倍了嘛 是 可問題是為什麼他不動作 因為他知道一件事 這個時候 剛剛這個洪惠也在講嘛 我跟你講啊 這個時候如果不趕快止血 現在變成以和逼和 不是以戰逼和 現在如果突然間給他咔嚓 你們這些人全部給你開除黨籍 那我跟你講 人家都已經這樣做的時候 都不在乎的國民黨這個招牌 這個Mark了嘛 是 如果你現在這樣做的結果 剛好求仁得仁 這個人其實是在求仁得仁喔 我沒有退黨喔 是你開除我黨籍 我對你有情 你對武藝 我告訴你 國民黨不是前幾天不是講嗎 受死的駱駝比馬大嘛 對不對 現在從今天 屏東的議長周典論 二三十年來在屏東是實力雄厚 從今天宋楚瑜去的那種接人的那種陣仗 對不對 告訴各位 大內高手的蔣總統秘書啊 大內高手的蔣總統秘書啊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就是宋楚瑜 本來大家都以為台灣的政壇已經沒有這號人物的一席之地了 就因為你馬英九七年來剛閉自用 我國陽明終於又逼出來宋楚瑜了 我特別強調一下 請問到底是付諸行動 比較對國民黨影響重大 還是只是一個言論上 只是言論喔 還在言論層次喔 甚至包括有可能喔 有可能要選喔 有可能會選喔 這樣的層次上比較嚴重 結果呢今天不是今天國民黨把一些言論上的說真話的或是未來可能要選的 把你開除黨籍啊 是 不是把你注銷黨籍喔 那請問你這些付諸行動的像李鴻鈞 李鴻鈞不但是他退選 而且還站到親民黨宋主席參選的這個記者會上面去力挺他耶 是 那這樣的行動下來的話 你你今天朱立倫主席或是郝龍斌這個首席副主席如果沒有給他開除的話 以後每個人都比照辦理嘛 你看張家軍立刻比照辦理了 他立刻說我退選 退選以後 然後呢 你看看張榮為他所說的 其實他擺明的 地方人士就告訴 這媒體說嘛 他就是要去挺宋主席嘛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請問你 如果說你現在朱主席不來做當 當機立亂的處理的話 由一步一步來 那你要不要開除嘛 是 是要怪什麼人啦 是要怪什麼人 我們來看一下 近期總統大選民調的結構 聯合法八月六月 宋主席選 選保一港 他也做 兩岸政治協會 他也做 我們來看一下 創意文36 宋蔥如20 雅鴻修組17 兩岸政治協會 他今天公布 宋蔥如20 3 他也是贏洪秀 16.8 所以說實在 洪秀 他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解決 薛康 你說要怎麼怪助理人 我覺得光看剛才兩則新聞 你就知道宋審長的媒體操作能力大多了 也就是他到屏東去 我直接講 他面前那也不過就幾十個人 可是問題是 那不是給那幾十個人看的 那是包含了議長議員跟底下的那幾十個人 大家一起演了一齣戲給全國的幾十萬人看的 洪秀柱不能演演一場嗎 他也可以演一場 但你要注意剛才宋楚瑜在那一則新聞裡面 連他講了什麼話都沒有 因為那個戲已經演出來了 宋楚瑜不需要講話 結果是洪秀柱在講話 洪秀柱在解釋他的立場 解釋他的政策的時候 真正會演戲的人是不需要開口的 所以現在洪秀柱在這個 宋楚瑜部下的局裡面 他變成一個配角 是宋楚瑜去了屏東之後 人家要問洪秀柱的意見 而不是洪秀柱做了什麼事情之後 人家去問宋楚瑜 那我講明白一點 誰主動誰被動 誰被迫要應賀人家的攻勢 你一看就知道宋楚瑜現在拿到攻擊的主動優勢 高下立判 是 所以但是你說洪秀柱他沒有幫到忙嗎 有啊 他就幫民進黨忙不是嗎 你聽到洪秀柱講說 合適喔 合適我們就起風重新再來用 這不是在幫民進黨忙 我是替我們立法院的同事李慶華捏一把冷汗 他每次多講一次 李慶華就要澄清一次 但是問題是很很可憐 就是他是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 跟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這個永遠搭不上吊 你知道嗎 在東北角就是瑞芳共僚雙溪平溪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核四就在那裡 你去當地做民調 那邊反核四運轉的聲浪特別高 那就剛好是李慶華的選區 偏偏洪秀柱就很喜歡講核四要再運轉 所以他每多講一次 我看李慶華就會多滴幾滴冷汗 那這個就是說為什麼會選到自己的人 自己都跟自己左手打右手 所以這個我覺得洪秀柱真的自己要靜下心來要思考 你要選總統 你要講全國性的政策 那你這個政策要跟多數人站在一起 不是自己收自己的 我的觀點是這樣 我就堅持要這樣 所以我不管你們是不是一宗個表 我就是要一宗同表 那我不管你們是不是要維持現狀 我說我自己堅持的就好了 這個樣子的話 你跟群眾老是站在對立面 你的民調自然就搞不起來 那你就會拖累的跟你一起選舉這些人 所以搞不好下一個滾動式跳船人 不一定是 搞不好不是袁寬人 搞不好是李慶華也不一定 因為如果這樣跟他站在一起 不會啦 如果繼續跟他站在一起 我是開玩笑啦 繼續跟他站在一起的話 感覺到得不到 得不到幫忙的力量 反而越站越虛啊 他是不是以後在舞台上的話 要理他越遠越好 所以我是覺得說自己 這個子爸夢如自修 你還是要冷靜啊 你到底要用什麼樣的訴求 來跟選民講說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帶領這個國家嘛 這才是正辦 所以我有一個結論 就是洪秀柱跟核市場一樣 怎麼樣都瘋了 我們一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後來結束 謝謝 讓搭高鐵 商務艙 洪秀柱只坐得起普通坐 我只知道說我們的對手 是鋪天蓋地的 用盡各種 因為他們現在執政的縣市也多了 那麼各個地方的資源的一些運用 當然比我們要強得多 不過我覺得選戰的勝負 可能完全不在 不完全是在這方面 所以我們只要努力 是有希望的 而且我真的有必勝的信心 我也很意外 他們會在搭乘高鐵 這樣的一個事情上面做文章 過去馬英九總統還是反高鐵 對高鐵相關的一個事情 誰做什麼並不重要 然後政府能做什麼 我想比較重要 那也希望說洪副院長 不用在這種肢解的問題上面 去做文章 蔡英文或者他的夥伴 大家搭高鐵 洪威 這個你們覺得 或者是說洪伴這邊覺得 這個蔡英文不應該做這個事情 如果你只看到就是說 這個高鐵搭商務艙 還是搭普通艙 然後大家就說 這有什麼好吵的 我要跟各位講 為什麼會有發這樣的新聞 是因為昨天蔡英文 接受一個電視台的專訪 裡面特別提到說 國民黨這次就說洪秀柱 是因為國民黨的候選人 所以會砸大錢來選這場的選舉 那這個當然讓洪秀柱陣營 當然會覺得很不高興 老實說 我覺得在選戰裡面 你動不動就用說 國民黨會砸大錢 因為洪秀柱就會砸大錢 那所以他才提到說 我們坐高鐵的時候 你坐商戶艙 我是坐普通艙 你不要每次都要隨便 在人家當說 人家在砸大錢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選戰中間 大家互相的一個攻防 另外一部分 有關於核四的部分 因為洪秀柱講這個事情 正好我在現場 那當時其實本來都已經採訪完了 可是有一家媒體就突然問說 就是問洪秀柱 你的核能政策 是不是跟朱立倫不一樣 就是就扯到這個核四的問題 那其實他原來的回答是說 這個節能還有發展綠能是必須的 我們必須在這個穩定的電力供應中 逐步的穩健檢核 他前面的話都是這樣子 但是呢 如果沒有辦法維持電力的穩定的時候 我們就不排除這個重啟核四 我剛剛講就是說 他前面其實重點就是穩定減核 但是你前面都不講 突然就講說 你怎麼選在颱風天然後去講核四 然後這個你看李清華都要去去澄清 我必須要講這個部分 在某個程度上確實是斷章取義 他前面講的部分 穩健解核的部分 他通通不提 就講到一個核四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在選戰的過程裡面 如果都是斷章取義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他講話好像莫名其妙 但是我想要完整的呈現 你要插個嘴 洪威姐應該去他臉書看一看 他臉書就是直接破題 講颱風天都停電了 那平常如果缺電的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回顧 更穩健的電力政策 從其何事 這是他自己在臉書上寫的 不是我們白癡沒有看他現場 斷章取 不是他臉書就這樣寫 這不能怪我們啊 是這個在關鍵就是說 到底是洪秀柱 還是蔡英文距離人民比較遠 這個秉瑞兄 教育剛才說 做商務艙 因為洪秀柱說 蔡英文 你是勝財 如果要這樣子打的話 那以後高鐵是不是把商務艙關掉 因為這個高鐵已經開這麼多年 我們很多人都做過 所以就是 當然他商務艙的票價是比較貴一點 但是他有的時候 是因為大家知道嗎 出去行程也是很累的 那這個當然是取捨 可是你拿這個地方做文章 以我們的選舉 他就是要檢驗 你坐的車是什麼廠牌的 我坐的一定是福特的 育龍的 我覺得這樣比 誰體力都會檢驗 沒有啦 我等於說前面你要先講說 蔡英文就說 紅袖柱一定砸大錢 他已經跟大家講 他要飛點心戰爭 你一開始就說 你一定要先給人家 一個這樣的帽子嘛 是你們的臉書上面 扣人家的帽子 說蔡英文什麼海霸王怎麼樣 怎麼樣那一些一路來 一直講說他是權貴 那我們是要講 我覺得基本觀念 你們很期於把紅袖柱跟國民黨切開 國民黨的確是現在民主國家裡面 最有錢的政黨 這無庸否認 那國民黨在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會不會花資源 大家相信是會的 你當然你可以事言當中說這次不會 但是我看一個要過去的經驗是會 那現在是選舉如果比資源的時候 是比個人的錢呢 還是連你背後有可能可以用的動用的這些社會資源都下去比 我相信如果臺灣人民在這樣的觀點下面 紅袖柱加國民黨蔡英文加民進黨 假設是這樣光這樣比 大家都會認為紅袖柱加國民黨的社會資源是比較多的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在這上面炒這個東西無意 你要別人那麼乾淨 國民黨花的錢跟紅袖柱無關 國民黨要花花幾十億去打選 但是國民黨這樣是 紅袖柱是很窮的 他是沒有錢選舉的 如果你的邏輯是這樣的話 那顯然跟社會的正常觀念是不一樣的 委員我認為啦 政黨要被檢驗 就如同這個每次國民黨黨產一定被檢驗 紅袖柱個人要被檢驗 同樣的蔡英文 除了民進黨檢驗 蔡英文也要被檢驗 可是蔡英文是富家女 他確實比較有錢 這也是事實 我覺得大家互相檢驗 這個我同意 蔡英文是比較有錢 但是隨便請問一下 有錢跟權貴是 兩回事 不一樣 怎麼說 這個很簡單 有錢如果是靠自己 還是父母留給你的 對不對 這個我覺得不要去仇視 好像比較有錢一點的人 不要去仇視他 國民黨常常講不要反商嘛 對不對 事實上問題就是 我是覺得 或許你覺得你有了前提 他搞不清楚的一件事就是 我上個禮拜去嘉義 這個禮拜四還要去嘉義 我也搭商務艙啊 我搭商務艙 難道我是有權人 我是權貴嗎 問你們很簡單嘛 我搭商務艙是靠信用卡的點數 就算點數不夠 你用信用卡還可以加兩百塊塊 就可以做商務艙了嘛 做商務艙幹什麼 你除了有個咖啡 有個點心之外 還有插電幹什麼 比較方便 不會被干擾嘛 是這個樣子嘛 我不覺得這個跟錢貴 有什麼關係 好另外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 你不知道政治人物在選舉的時候 有個募款餐會嗎 你不知道會有募款行動嗎 然後呢 就因為人家的錢比你多一點 所以你說他是權貴啊 所以他就是等於說有錢人啊 那很簡單啊 這個其實募款餐會 過去國民黨因為給人的感覺就是 他有幾百億的這個黨產嘛 他在這次選舉裡面 難道不會花黨產嗎 雖然洪秀柱表面上講說 哎呀黨產錢不要發我這裡 花在這個等於說立委的身上嘛 我請問你嘛 洪秀柱在剛剛獲得拋磚條款的時候 他的幕僚聲音說 他的小額募款已經突破一千五百萬嘛 請問現在突破多少了 突破多少了 為什麼沒有辦法突破嘛 為什麼小額募款為什麼始終沒有辦法突破 而來自於所謂企業家的合法的政治現金 為什麼也沒辦法進來嘛 因為很簡單嘛 看好度很簡單 我客氣說就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你現在在用這個東西扣人帽子 一個有幾百億黨產的政黨去扣人家 那個等於說之前還負債 不客氣說 民進黨負債幾億還是靠小英一點一滴 這樣子弄回來的 你去說人家是權貴 那這是華天下之大雞嘛 漂亮 記得這樣來給我們評論一下 洪秀柱說小英做商務艙 這是一件另外一件我們看一下 小英的臉書PO了一張照片 大家都知道嘛 對 他這張蚵子是一般科農 那個蚵子 那個農科農的蚵子 結果這個有人怎麼說 趕快看 小英穿一萬塊的雨昇 沒有錯 而且告訴各位 這個這個謠言除了當時在臉書上之外 還透過NINE有細化有系統的到處參發嘛 這不是上話謠言嗎 這不是毀謗嗎 除此之外請問一下 新東洋那個那個新海霸王那個那個烏龍有沒有 說他們家的地安去變更 最後證實全部輸烏龍一場嘛 是 那你很多的泛男的名嘴 很多的泛男的相關的名義代表 你要不要為了這個事情道歉啊 那個洪秀 那我這樣莫名其妙我道什麼歉 第一個這個我後來好像 我好像聽了好像有人傳給我 但是這個到底是誰講的 我也不曉得 因為在這個選舉過程裡面 那你這個不能把它摘到說 就是國民黨就洪秀柱 直接在等於說直接在那個政論節目裡面就評論嘛 你怎麼可以 引用錯誤的東西去評論嘛 你告訴我 你去散布然後再去評論嘛 不是嘛 你這是誰嘛 你不能今天什麼都摘到 都丟到洪秀柱跟國民黨的身上 那至於海霸王的問題 那麼蔡英文的家族他們的地是不是給海報 他是不是地主 也是嘛 所以我的意思說 在選舉的過程裡面 大家彼此會有攻防 這個就是大家 你說我 我說你 那所以我 我特別為什麼要講 就是說 再講到這個商務艙的部分 洪秀柱嘴巴裡面有沒有說 蔡英文你是權貴 他沒有說嘛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蔡英文當你去指責我 什麼你是拿國民黨來砸大錢的時候 你覺得蔡英文那個洪秀柱今天就點點 好我們不能講話 然後我就要被打 沒有這種事情嘛 那除非說今天蔡英文他搭的不是商務艙 立刻道歉嘛 對不對 你今天不能說 只准一方面講 另外一方面 國民黨跟洪秀柱就要閉嘴 沒有這種選在打法的啦 做商務艙就權貴嗎 現在有一個台會有一個核心的問題 就是仇富 這個因為仇富有效 所以才會來在洪秀柱臉書裡面 會坦升所謂的 你看蔡英文是做商務艙 在高點裡面搭商務艙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 打這個其實我覺得有點離譜 為什麼呢 因為講真的嘛 你洪秀柱副院長 難道你出國不是做商務艙嗎